李克強只是開始 中共高層聯手制衡習近平 陳鴻逐北大校友 誤發葬禮照編 或有難言之隱 中共軍艦要成劍靶子 美空軍把擊沉敵艦作重心 契沛城上千商戶 抗議漲租金 被割韭菜 進退兩難 北京不滿郭台銘參選 小粉紅出擊尾角 大家好 歡迎您收看國際新聞演 我是美玲 有分析說 中共前總理李克強的猝死只是個開始 這也讓前幾任中共常委感到不寒而慄 有人會聯手制衡習近平的獨斷 日前 劉少奇之子劉源專門強調集體領導 反對個人專斷 有分析說 李克強的猝死 反映出中共內鬥更加激烈 而劉源敢在這個時候發文批評個人專斷 似乎是在逼供中南海高層 看中國獨家訪問了民運領袖 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金濤 王金濤表示 華爾代都知道共產黨壞 留言不希望再出現像毛澤東這樣的獨裁者 王金濤說 毛澤東不僅對中國社會和普通的中國人是災難 他對共產黨的各級官員 對讀書人 對企業家都是災難 現在習近平是在朝這個方向走 華爾代反對的是這樣的一個獨裁者 王金濤也指出 如果習近平搞權貴集團控制的話 就能得到很多的紅二代的支持 然後瓜分中國高速發展的果實 維持對百姓的壓迫體制 又維持各種各樣的政治迫害 以便他們能更好地瓜分國家財產或盤剝民眾 但習近平如果搞獨裁 這些人就會對他有反彈 其實 所謂的集體領導 就是共產黨要維持專制的一個方式 王金濤強調說 不過我覺得不要太高估他們紅二代 因為他們是要維持一個像鄧小平時期的專制 也就是對共產黨有用的專制 他說 結束共產黨暴政 不能只靠現在反對共產黨的人 要靠全體中國人民 不管什麼方面的人 只要他加入都應該歡迎 對留言這個姿態 我是肯定的 但是 我們評估也要謹慎一點 他畢竟還不是民主的力量 王君濤表示 李克強剛退下來就猝死 這讓前幾任中共常委都感到不寒而慄 李克強的死會讓前幾任中共常委以及高官重新考慮自己的安全處境 他們也知道 處在一個很危險的狀況當中 因為在這之前 向羅治軍 很多人已經非正常死亡 所以有人未來會聯手制衡習近平的獨斷的 王君濤指出中共的黑幕說 這些共產黨領導人都熟悉共產黨的權力鬥爭 一把手如果去世了 他建立的東西就會被推翻 所以他就會讓最有可能代表推翻他力量的人先死 比如周恩來和朱德要死在毛澤東的前頭 陳雲要死在鄧小平的前頭 王君濤認為 習近平想打一個新的江山 建立自己的王朝 他就得把舊臣殺盡 李克強是個開始 但是 這些領導人肯定知道自己密宣一線 這些年 中共的宮廷劇也出來很多了 他們也知道這些宮廷鬥爭 敗落者是什麼下場 日前 北京之春月刊刊登了美國華裔學者高瞻的文章 牆內有關李克強去世的幾個真實信息 其中提到 陳鴻請求參加李克強葬禮的北大相友們 不要發出現場的照片 似乎是有難言之隱 高瞻在文中寫道 他聽到李克強的詞訊後 非常的吃驚 特意聯繫了幾個在中國的北大老人 他們都認為 李克強的死完全不正常 高瞻還提到 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李強 以及從太平洋證券退休的才智 都是李克強任北大團委收記時的下屬 他們在10月1日去李克強家裡進行吊唸 李強和陳鴻說 有很多北大校友想參加2號舉行的李克強遺體告別式 陳鴻讓秘書拿了70張入場證 要李強轉交給那些北大校友 所以第二天 就70名校友出席了告別儀式 但是詭異的是 10月3日 陳鴻就通過秘書給所有參加葬禮的校友們都發了微信 請求他們不要在網上貼出李克強告別儀式上的照片 而且 該微信截圖已經流傳到網上 高瞻認為 這表明陳鴻可能已經受到了明確的提醒和警告 所以 才快速通知大家 這也能看出 陳鴻現在面臨著極大的壓力 甚至可能像此前傳出的消息所說的那樣 已經被中共當局控制了 而關於陳鴻要求大家 不要上傳告別式的現場照片 不禁讓人想到 此前網上傳出 李克強的獨生女兒在葬禮現場的照片 有消息說 李克強女兒拒絕同習近平等人握手 導致央視不得不剪掉相關的畫面 只留下陳鴻和習近平等人握手的畫面 更讓人感到詭異的是 在中共官方公布李克強死訊的第二天 10月28日 就有疑似知情的網友在X平台發文 披露中央警衛局的雙重職能 該網友說 像李克強這種中共國家級的領導人 退休後由中央警衛局安排貼身警衛 警衛不只是負責高官的安保工作 也是安插在高官身邊的眼線 高官的一舉一動 都會匯報到中央辦公廳 所有離退休官員的健康信息 也是中央辦公廳掌握著的 這就意味著 如果中央點一點頭 官員就可能有性命之憂 因為救不救和怎麼救 不是醫生說了算 值得注意的是 李克強去世前 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就已經換人了 今年3月 中共全國兩會以後 蔡奇掌管著中央辦公廳 下屬的中央警衛局長由誰擔任 卻一直沒有下文 有消息說 是由蔡奇兼任 原中央警衛局長是中將王少軍 他在2019年12月就已經退休了 但今年4月末 微信公眾號中警征程突然發布布告 顯示王少軍已經病亡 可是消息剛公布就又被封殺了 直到7月24日 中共新華社才公布說 王少軍因病醫治無效 在今年4月26日於北京去世 但是讓人不解的是 中共官方為何有意隱瞞王少軍的死訊將近三個月呢? 而且王少軍中年67歲 年紀並不算大 在中共高官享有全方位的醫療待遇的當下 他是正常的病亡嗎? 王少軍的死因到現在仍是個謎 10月13日 據美媒商業內幕報導 美國空軍正在序列如何提高基層防禦嚴密的中共軍艦的能力 而中共軍艦似乎要淪為美軍的劍靶子了 對美軍飛行員來說 打擊海上目標並不是新現實 但中共軍隊用幾十年的時間發展防空系統 在陸地軍事基地和軍艦上都安裝了密集的替對空導彈 今年3月 美國太平洋空軍司令肯尼斯·威爾斯巴赫將軍 在空軍和太空部隊協會的會議上說 如果美軍和中共在台灣問題上發生衝突 我們必須應對的首要目標就是中共軍艦 他指出 這些軍艦可以建立一個反介入區域的拒止交戰區 而這些區域就來自於中共可以從艦艇上發射的地對空導彈 因此 我們為了能通過這些區域就必須擊沉中共軍艦 而且 美國空軍也確實把精力放在重新關注擊沉中共軍艦的能力上 在2022年11月的力氣吸金眼當中 美國空軍飛行員和海軍聯手配合執行 促進海上水面戰任務中的空軍作戰 空軍作戰到地表作戰 幾週以後 在另一場演習當中 美國空軍武器學校學生和海軍部隊也進行了學校 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水上聯合反海上演習 美國空軍也在更新海上的行動武器庫 並專門測試了名為QuickSync的聯合直接攻擊彈藥的改進版本 以滿足美軍要消除海上威脅的迫切需要 美軍也在努力尋找新的反艦導彈 並在今年春天宣布 計畫在未來5年購買268枚聯合打擊導彈 一位美軍官員表示 只將彌補這一差距 直到獲得更多的大型遠程反艦導彈 而美國海軍和空軍也都想要這種導彈 據悉 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正在加減製造這種有大規模需求的導彈 現任的美國米切爾航空航天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鮑姆說 新的瞄準系統只會讓美軍在尋找 修復 跟蹤和瞄準船隻方面變得更加容易 他指出 現在我們擁有全天候的能力 飛機上有新的感測器 還有新的武器和隱形現象 所以今天的目標定位比過去甚至15-20年前要容易得多 看來 中共擁有密集防空系統的軍艦 要成為美軍的劍靶子了 現在中國百姓維持生計十分艱難 但是中共各地政府不但不體諒民眾的艱辛 反而因財政短缺 再對民眾割韭菜 河北廊坊的上千商戶們就因不滿當地再次漲租金而集體抗議 11月13日 廊坊市湘河縣承桓城國際契配城湘河中心外面 聚集著上千名商戶集體罷市 從網傳視頻顯示 商戶們情緒激動 齊聲大喊 退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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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甚至配合著口號 舉起了胳膊 而引發眾諾原因是 契配城在已經收完租金的情況之下 突然違約 再次漲了租金 有商戶說 大伙今年10月才交的房租和管理費 結果契配城在11月就違背合同 要求對商戶們加收2萬多元的房租 在中國經濟持續低迷的大環境之下 大家真的是受不了了 商戶邱先生說 現在房租本身就貴 現在這一間房要漲2萬3到2萬9不等 漲了30%多 以前的房租是7萬嘛 七倍成就不應該在這個時候漲價 這三年疫情 他一分錢都沒給免 今年比以前的生意還難做 還這樣漲房租 很多人就覺得受不了了 剛才還有很多人說 租不了 搬走了 商戶邰先生說 大家現在努力爭取不漲價 真要漲的話 很多人只好退房 但是 對商戶們來說 退房真的那麼容易嗎 對此 商戶邱先生表示 商戶們都被割韭菜了 他也指出 廊房乘環城即被成的商戶們所處的困境 我們這行業多多少少都有庫存 不賣就成廢品了 我們辛辛苦苦地這裡貸款 那裡貸款 寄來的錢存點貨 不賣咋辦呢 資本家們來圈這個地 把你招進來了 你又投了這麼多錢 你不做 你虧的就更大 這就是所謂的割韭菜 由於中共與西方國家的緊張局勢升溫 國際科技大廠紛紛開始去中化 富士康也積極轉移生產線 而這也引發了中共的不滿 小粉紅全面圍剿大罵 富士康在中國賺走了不少利潤以後 現在居然開始轉移價值3200億的產能 甚至還裁員超過10萬人次 富士康也計劃從2024年開始進一步縮減太原和鄭州兩地的員工人數和產能 中共稅務部門近期對紅海集團旗下的富士康在廣東 江蘇等地的企業進行稅務稽查 在河南湖北等地的富士康被當局現場調查用地情況 過去中共只針對那些被認定的所謂綠色台商 郭台銘曾表態接受九二共識 還主張臺灣應在一中框架的基礎上直接和中共談判 可以說是最讓北京舒心的臺灣人物了 但現在中共卻選在郭台銘參選的這個時候 大動作調查富士康 也讓外界推測 北京應該是不太歡迎郭台銘參選的 據報 今年8月底 中國郭台辦主任宋濤曾暗諷郭台銘被譯妄恩 加上中國台商組織 全國臺灣同胞投資企業聯姻會會長李正宏也在9月發聲明表示 台商對郭台銘的參選感到非常失望和憂慮 會郭台銘儘早歸隊 立場親中的港媒《文匯報》和《大公報》在報導中引述北京的消息人士稱 郭台銘如果是獨立參選 不但沒有當選的機會 反而實際上等同於飽速賴清德上臺 客觀上成為民進黨選舉的幫手 好的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關注 我們明天見